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BA知识有效管理八名情妇获得管理奖 还有湖南省通信局长曾国华面对五个情妇发誓 保证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三次直到六十岁 荣获干劲奖 咱听到这种事 很多人会艳羡他们 但是要叫我说 这个除了有桃花韵 还有桃花煞 桃花结 女人很难搞 你虽然不能说是红颜祸水 但是中国人那句老话 色字头上真的是有一把刀 所以别忙着艳羡别人 这年头真多大便宜 你吃多大亏 好比今天我跟您说这么一个干部 他本来是可以得到和谐奖的 因为老婆和情人长达多年呢 都能够这个相安无事 维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可是到了怎么样 到了这局面也破裂了 破裂的结果 他居然杀了他的情妇 杀了就杀了吧 他居然呢 肢解了他的情妇 不是大谢八块 大谢四块 切割比较简单 扔进了江里 而且要命的是 他这情妇 跟他本是革命同志 人也是领导干部 这又是怎样一番恩怨情仇 您且听俺 娓娓道来 温州市有三个区 就有三个书籍 其中一个区呢 叫欧海区 欧海区的区委书记 叫谢再兴 这个今年三月份 欧海区给温州的外事部门 打报告 要组考察团 就是这个谢书记 谢再兴当团长 要这个出国公务考察 后来据说呢 是外事部门 觉着这个考察的内容 比较虚啊 就没批 背后揣测 人家有人说了 没批啊 那是不是跟 差不多两年前 他另一个区的区委书记 那杨湘红 这人很多人知道 杨湘红带队到西欧考察 这一去就没再回来 跟这有没有关 反正是没让他去外国 到了今天呢 哎呦 有人拍脑门子 万幸啊 说得亏没放他出去 要是放他出去 今天看 那你不但是放走了一个贪官 而且是放走了一个杀人犯 这谢书记那时候已然杀了人了 杀了他的情妇 邵惠玲 邵惠玲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要不我说她们是革命同志吗 人邵惠玲也是干部 邵惠玲是这个这个这个当地啊 老干局的干部 呃 死的时候啊 也就才三十出头 哎 你看这个邵惠玲啊 人称老干局里一枝花呀 那么老干局里人人都爱他 哎 这个很出风头的这么一个呃 女干部 现在这个人们说 这俩的情人关系 到底是一种什么情人关系 是包养性质的吗 哎 有人还说了 这个邵惠玲啊 老干局里这只花 原来开着一辆小宝马 也就三十多万 怎么到后来就换了一辆 得个大宝马呢 嗯 这这老干局里的能挣多少钱呢 还有人说了 哎 有个报纸说了 说呀 这个谢带兴当年把一千万打给一地下钱庄 放高利贷 每个月就能赚五十万的利息 然后这每个月五十万利息啊 直接都打到邵惠玲的卡上 当然这都官方都没有获得这个成任属于这道听途说的演绎阶段 而且人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 说都是领导干部 聊什么包养啊 这不太荒唐了 哪有说是领导干部包养领导干部吗 这也不对啊 还得说人家啊 是情路漫漫啊 那么俩人这情啊 是从哪扯起的呢 原来啊 当年差不多十年前了 这个谢再兴当过三门县的县长 那个时候人邵惠玲啊 也在三门县 一个是呃 一个是县长啊 一个是县团委书记 你看这个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啊 哎 说那个时候两个人呢 就摩擦出了这个火花吧 当然 那个时候这个谢县长也没闲着 曾经有人实名举报他 说他在当三门县县长期间 勾结富商 勾结这个私企啊 搞什么呢 非法毁坏 非法出卖 基本农田七千多亩啊 谋取暴力 现在看来 谢县长当年 谋取暴力的同时啊 这个整感情也整的不错啊 因为人家记得啊 说那个时候 有一个县长 一个年轻漂亮的县团委书记 这俩人呢 到哪都是出双入对 而且有好事者说 哎 那个时候这邵惠玲啊 跟这个谢县长跟得很紧 谢县长到哪 他也到哪 到最后发展到在酒桌饭局之上 哎 一个县长 一个这个年轻的女县团委书记 俩人就是这个并肩子了 靠绑子了 肩并肩紧挨着坐 那是毫不避嫌 为什么要币钱 因为啊 这个谢再兴啊 他当然有老婆 2006年7月下旬 谢再兴异地交流到温州任欧海区委书记 之后 邵惠玲也离开了三门 调进了浙江省老干部局 据说 邵惠玲调到省老干部局后 谢再兴时常奔波400余公里 到省城杭州过双休日 刚才说到 谢再兴有情人邵惠玲 还有个老婆 不但有老婆 他还有孩子 这个谢再兴啊 早年是老师出身 在台州师专教书 后来啊 就去了台州市委组织部 所以啊 他这个老婆啊 是他这个当官以前 就等于说是参加革命之前 这个老婆 那么后来他的台州啊 当了官 他老婆呢 原本是手表厂的一工人 也跟着 后来就进了台州的这个电力局工作 据说 他这老婆 人长得高挑 而且漂亮 怎么就不珍惜呢 当然 也许这个谢再兴啊 人念有本难念的经 因为有说法 说这个谢再兴的老婆呀 有抑郁症 还得这个乳腺癌 而且说呢 谢再兴啊 曾经是要跟他老婆这个提出离婚 后来啊 不了了之 这个我记得啊 呃 建国后 当年啊 就有相当一些个领导干部 反正是就是 呃 舍弃了啊 离婚了 不要了 当年在农村的那个乡下的 那个老婆 娶了这个城里的新媳妇 哎 有有有这么一双 但时代到了今天 你看也有意思 一方面呢 各